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 就正在发生的事 写成历史 而且我是高度自觉的 向现行的学术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两个倾向 要么就是 纯写历史书写 完全不关于现实 完全脱离现实一个历史书写 要么就是贴得太紧 缺少一个历史的距离 和一个更大的一个眼光 我就追求 追求这个东西 您觉得你比如说经历这个疫情 这个事情 在您这么长的人生经历里面 算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它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 非常大 就是说 我的判断是两个基本判断 一个就是说 这是百年未有的一个历史剧变 同时也是百年未有的历史的危机 那么当然这个有一个就是说 我有一个框架 就是说二战以后 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是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1945开始 到1990 就是所谓冷战时期 1990年东欧苏联瓦解以后 那么世界就进入一个 我称之为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时代 那么到了2016年 2016年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英国脱欧 一个是特朗普商台 它就标志 我称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那么2020年这次疫情 后全球化时代就全面的 它的内在矛盾的各种问题 就全面的展开来了 而且它和以前的不太有 因为以前就说 比如说冷战时期 或者是全球化时代 它总有一个 总有一个必要 有一个说法 社会对资本对决政 所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框架 框架 那么到现在 后全球化时代 它就没了 现在到现在为止 最基本问题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病疫 新冠病毒到底是这么回事 不知道 同时没有共识 这个我们都体会的 根本很多都没办法进行谈话了 没办法进行对话了 一谈就吵 是不是 就是我们处的一个 无真相 无共识 没有确定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它危机 它和别的时代的危机 不完全一样 它现在让人恐惧 让人不安的 我最不安的是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是过去 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怎么应对这种 所以我自己跟自己定了一个 面对疫情 我跟自己定了三条 第一个观察 很多事要观察 因为你不知道 不要轻易下结论 另外就是需要等待 就很多事情现在都不能着急 这时候特别特别需要耐心 但是呢 还是要有一个坚守 对自己的一个 至少我现在的基本立场 基本的家序判断 我的家序理想 我还得坚守 我不能一片混乱中 就跟着大家 跟着大家走 那不行 是吧 那么因此呢 我就觉得 就需要继承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 另一个传统 就是司马迁传统 我记下来 我给自己定了个位置 在那边缘问题上 关系和讨论中心问题 就当司马迁 我一直就是逻辑 后代人总要关心这一代 所以我说 我是为自己协作 就进入一个 很自由的状态 就我不准备发表 也不准备对现实发表 产生任何影响 也不想让自己产生影响 就是自觉地站在那一个 一个边缘的位置 我是历史中间舞 我扮演的角色 是上面继承前一代 同时为后一代开路 就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 最重要的传统 不仅是传统 这里一个是有高度自觉性的 最对自身的局限性的 一个高度的自觉 就是我经常提到 就是自己的 这我们代人形成的一个 一个缺陷吧 就我刚去贵州 一去贵州 当头一棒 你这个人来就是 你这个人来就是改造的 你可别想出去 我分到的是教语文 只是分到卫生学校教语文 卫生学校的学生 根本就不重视语文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到课堂 站着课堂 第一个就发了骷髅头 看了一个标本 我怎么讲课 这怎么办啊 那么我当时就出了一个两难的境界 就是留下来 这怎么留不住啊 走又不让我走 那我怎么办啊 我就想起中国传统的老话 叫脚头三酷 我说我 搞两酷 我要做 这个学校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把这个字作为一个 定位正习目标 因为人完全没有现实目标 只有理想目标 你很难坚持 你就必须有一个现实可以实现 然后你有一种成功感 你然后就获得这种意义 有一种成功感 有一种意义感 你才能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呢 只是现实目标 没有理想目标 因为可能最后就被他吞目了 被现实吞目了 我要研究陆旭 而且我很具体 我要总有一天 我要回到北大的讲坛 讲陆旭 那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 一个梦想 是吧 那么当时我就采取两个措施 现在看来都是很罕见的 我干脆搬到学生宿舍 和学生同吃同住都劳动 那种学生节目 开心得不得了 哪有像我这种老师 而且是从北京来的 北京大学的 在贵州三距离 是吧 另外就是 等学生全部睡觉了 我又回到住室 回到办公室 我又继续坚持我的陆旭研究 就是 而且这一坚持18年 等了18年才有机会 该开封以后 才允许我考验的事 我当时已经39岁了 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得到机会 允许的消息的时候 我只有一个月准备功课了 但是从另一段时候 我准备这18年 我说贵州对我的 几大影响 第一个呢 我这一辈子 和三角角流都打过交道 跟工人农民啊什么 多有联系 就使我的人类阅历 非常之丰富 或者形成我的人生经验 我提了一条 就是人啊 不如事故 但必须懂事故 也就是对这个中国的社会 就会有一个 不是在 如果留在北京的话 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呢 贵州真人 这贵州人他是相对的单纯 因为就是说贵州 最后就发现深山里 也有一些 关心这个文人啊 关心中国传统 有很深的传统修养的人啊 那里就反而有更大的天地 因为他三高皇帝远光不了 所以我们贵州思想非常自由 边缘带来的自由 另外就是 我时刻在学人中得到快乐 我去贵州应该我被破取的 但是我要努力 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生活的存在 在这里就形成了 我的意志的 一向我终身的 就是所谓底层关怀 所以对普通人的关怀 就形成一个最基本的人信念 就你尽可能去说真话 但有时候真话说 不能说说 你只有说假话 但是说假话有底线 我提出三个底线 第一个 你必须分清是非 认识到 我说假话 这是错误的 这话看起来是一句废话 但这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讲话说多了 就决定讲话是对的 而且第二条 你必须是被迫的 不能主动去说假话 第三个 你还要找一下原则 因为你说假话 后果你自己承担 不能因为你说假话 去伤害他人 就是说你不能去检举 这事你绝对不能做 就我说我经营了两个基地 一个是北大 一个是贵住 就是始终是在一个精英和朝根 中心和边缘 是吧 在这两者之间 这个自由的游动 这是我身上最大的基地 就某种程度上 营造了今天的我 您说 经过这么大的一个痛苦 一个经历和记忆 比如说您的同代人 很难有您这种活力的 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赞成 把苦难理想化 苦难就是苦难 所以我不把我在贵住的经历 把它理想化 我绝对不能美化这些东西 因为这有两个态度 一个态度就是说 就被压伐了 这是大度数 对 压伐了 还有一个人从苦难出来以后 他提起来把苦难忘掉 贵州当时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离开了贵州之后 永远不会贵州了 他就把那个 像切除掉一样 把他切除掉了 这是我的选择非常特别 既没有被压到 也不尽量把它遗忘 而相反的 努力地把苦难转化 这是我提的概念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自源 那你说现在呢 比如说 慕容医生整个世界 现在面临了一个 精神世界的一个衰败 然后琐碎化 怎么去 怎么说重建这种精神生活 我觉得这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精神衰败是事实 但是也不能太夸大 因为历史还在前进和变化 也肯定我的理想主义本性 我觉得这个 危机中可能会有升级 我其实在几年前 就做出了一个判断 就是全世界都病了 我跟你说 这一次疫情的严重性 就在于 他把这些文明模式的 内在矛盾 都做了彻底的暴露 明确的方向感消失了 是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乐观主义 就是说 这当然有点理论推论 就是说 到危机的时候 它可能是转机的开始 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一种 就是一种超越地病 然后提出一种新的理想 就知不知道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说 做两个事情 就重新检讨世界文明 对现有的所有的明星代 进行彻底的建讨 然后 在这个基础上 提出新的能力 新的价值观 这是我的 一个理想中心的 一个期待 我曾经建议过 是不是可以开一个 全世界的学术讨论会了 他们还想 最初觉得我这个建议很好 我连做不到 对 你整个社会的情绪 好像没有这个情绪 没这个气氛 对 是吧 而且在全世界现在 知识分子式的思考 都已经非常边缘化 对 它也缺乏这个号召力 是 但是呢 可能所在是有一个自我反省 就我们这一代 五十年代这批人 有非常强力的 追求一种纯粹的 完美的 那样一种社会 包括人的心灵世界 都是纯粹完美的 那种理想主义的一个东西 我就觉得 知识分子有 有 有 有这样一个天性 就是唐基各的天性 嗯 就是说 我希望追求一个 理想的 一个社会 但是我现在的信仰 和原来的信仰 一个区别 就在于呢 原来我就认为 它真可以实现 现在我就很 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这些东西 是一个彼岸的 嗯 关怀 我们可以 接近它 但是永远达不到 我就站着 这样一个立场上 一个立场主义的 一个 一个彼岸的关怀 来对此案 保持我的清紧头脑 和保持我的批判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 就是 我甚至得出其结论 任何一个社会进步 都同时带来新的压迫 对 就是解放和压迫 必然同时 同时到来 任何社会进步 同时带来新的压迫 但是这个 这个彼岸的关怀 是必要的 嗯 它作用就是说 它可以照亮此案 四五年前 我跟年轻人 有一个讲话 提不出 年轻人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就说 今天听我讲的人 是二十多岁的 三十多岁 我说我已经七十 都快八十岁了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到我这个年龄 这未来的四五十年里 你们会遇到什么 嗯 是吧 你首先第一步 找到自己的命题 然后你来思考 辩对这些问题 嗯 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你感到困惑 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怕的是说 这挺好啊 是吧 这一切 这我就 就这样了 你现在感到苦奔 感到那个 从另一个角度 正好是一个 就是 最后每一代人 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嗯 然后自己怎么去面对 然后自己处理 嗯 去去去去面对 那么前代人各种声音 就可以做你的参考 另外就是 你现在年轻人 是去世 他总是有机会 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了 嗯 就总会产生一些 有独立思考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 有点吸引你的这 那你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 整个二十世纪 中国 都有一种 年轻崇拜 某种意义上 就是我们对 好像总是对年轻一代 有一种 特别的期待 但是好像又总是一个 这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 年轻有他自己的一套 那么我们不理解他 所以我们不能够 我没有权利和理由 去指责别人 这不对 那不对 但是我也没有权利跟着他走 我也不愿意跟着他走 因为现在你是老人啊 就喜欢跟风 跟着年轻人 就把自己陷入 非常可笑的一种地位啊 就我觉得 我们现在 在新的一代 你不懂得 这年轻人这一代 那么你 就既不能够去批评指责他 你也 不能去跟着他走 那么你只能够退下来 观察他们 然后呢 他真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帮他一忙 所以我给自己去定位 像我们这样一代人 我是 做路一样 不做导师 不给别人指路 我只是说不断地提 就各种思考 让年轻人去想问题 我希望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你觉得崔老师 对你的性格影响大吗 那个说到这个 送完我其实说 我其实是 我刚跟你说的 是内心是软弱的 就是我的尖锐全部在文字上 在一家生活 我是一个非常之软弱的 非常软弱的一个人 就是 他有极强的内心力量 所以 我们之间 特别到晚年 所以也有一定的矛盾 矛盾在哪里呢 就是说 这是他的痛苦了 他是一个很强的事业心的人 到了晚年退休 他没有人用不知地 他的生命存在 就变着 协助我支持我 作为他生命存在的一个 就是他最恨别人喊他前夫人 我怎么是前夫人 我是吹个音 我是吹大夫 所以我评论我都不在意讲这件事 就是人家说 你夫人对你怎么好 我就不大人讲 就过夫强这份 就是反而忽略了他的 对 本身的独立性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提出 你看那个吧 吹有心经理的问题 他生前他提出要编的 这个是很罕见的 一个是很少有 生前编一个人 那都是死后才编的 而且他自己本人提出要 我一听就明白了 他也表示要留下一个 独立自主的 吹个心的存在 对 而不是前夫人的存在 要不去吧 那太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对 我说一种女性 她都有一种坚强 贵州当时没人敢货接受 她只敢的 自己 她懂 一般的妇女 都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埋怨你 我早跟你说别这么乱说 胡说八道 你胡说 搞个家里 因为 直接受影响 不是我 不是只是我 还有她 另一种可能性 你觉得你心 他会非常同情你 非常痛苦 发现很强烈 这两种 他都不是 而是他采取什么态度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好厉害 好厉害 很厉害 他当这里引发了 我的思考 就是 就到了养老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怎么还能够继续的 都自己的独立存在 这是一个难题 像我这样是很容易 因为我可以写作 那么对一般的 一般的女婿 怎么办 你跟他这么讨论过吗 讨论 而且我们的这个关系是罕见的 就所有人都讨论 生死问题 死后怎么样 他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讨论 毫无顾忌 他最后把自己生前所有事 全部安排好 整个过程中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一切都是 都是 想过的 都想透了 都谈透了 他 这种事情安排了 就是我走了 你的贵族渠道 现在是最早来的时候 是住在这个寺庙里面 原来也没有这个大街 后面有一个母楼 当时就是一个很年轻的 和同学 和这些学生 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非常关系 非常融洽的那种 钱老师当时特别爱踢足球 他爱踢足球 他是卫校足球队的教练 校队教练 足球队的校教练 这个是老卫校的一个老师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认识钱老师的 过五九年就来了 你比他早一年 早一年 他们其实生活非常丰富的 演过两个大剧 演什么剧 画剧 什么画剧 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 千万别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好像可能就是 您去演了吗 我没有 吹了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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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头发是有点卷 有点卷 缘比较长 所以就演两个飞嘴 很有意思 对 当然是考试北大轰动全程 是吧 是是 你看照片 是当时的报纸 哇 您保留得真好 然后上面就叫北大 现代文学考生前例群 这里 嗯 这里 从这里 哦 这是前例群 这是新华社的稿子 新华社稿子 有的已在报告上发表 这次出事 它是现代文学专业考生中 成绩最好的 当年这个前日 在安生学院上课的时候 当时这边比较脾气 这边就人很少 嗯 遇到要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就会到这边安静 放心 对对对 有一次他给我们 想那个 魔力癌洗剧 他都像住地下工作一样 大家来了 一起来 对对对 单独单独 然后里面去讲魔力爱 对对对 现在年轻人 已经很难想象那个 哈哈哈哈 他全是拥抱住 又完全不懂足球技巧 就读毛处语入来 来来来 知道足球 当时我是十六七岁吧 嗯 安哥先鲁信格 我们就是了吗 很严肃的 很灰色的 很深刻的 有时候还似懂非懂的 然后我印象很深 很深的 这都是 嗯 然后呢到周末就去呢 嗯 现在呢 前面是那个 慷慨疑样的 特别的亢奋 回来就亢奋 好 回来这几天 回去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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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又又又再去了 所以我害得他们 对 是就是这么一个反复过程 强心剂 兴奋剂是吧 周末去服兴奋剂 那个半时间是波浪式 这就是欺负 我们一帮子男十二个人 拉着手风挺 然后的话一帮人就在那嚎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钱老师刚学会打麻将的时候 我从乡下回来 我基本上不回家 我都是他卫校 在钱老师那儿住 那晚上拖着我跟他两个人打麻将 二人麻将啊 打到半夜啊 他刚刚学会打 他兴趣特殊 不是我 我从小就会 你们打找不到人打就两人打 两个人打 在那个钱老师那儿玩 然后呢我们后来就从那个 所有的那个名著里面呢 选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大家就去抽 抽来读 那一次钱老师抽了一个条子 特别好玩 我永远记得 是我都记得 钱老师抽了一个什么呢 是小賴子呢 还是什么文学作品 我们全部抄都是文学名著里面 因为那时候呢 师母一直都在我们下来 都是比较严厉的 但是呢老师抽了一个条子 是说 我最怕回去见到 冰冷的菜汤和沸腾的老婆 我记得 我这么生动啊 我当时一样 也是这件事有一样 因为没想到老师会抽到这一条 然后就是这样一方 就是这样一方的人 像我 基本上没上到中学 他也没上个进 我也没上个 七八年高考 我们这一帮人全体考了 全都上了 哇 真是厉害 每一个人都上大学了 大算都没有 全都上大学 是吧 我都记得 讲这里呢 我就顺便说一下 大家都在了 就是说 我们这样一种 明江思想策略 在全国范围内 这种明江思想策略 能够坚持到现在 几乎只有这个 就这么一个边缘地区 这么一个一步 但居然是凶化世界 这是一件很大的 非常有毅力的价值 对 我们始终在思考 中国相合出去 世界相合出去 我自己相合出去 而把自己相合出去 和中国相合出去 是连在一起的 对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 每年春节我们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 不仅是我给他们 我这一生 实际上也是靠青年之职 从他们那里不断地吸取 那您现在对死亡 是怎么感觉 会想死亡的事情 我天天都讨论死 这就涉及到 对老年的一个认识 老年不是我们过去 想象的那样 一种消极的 一种被动的 它其实是 是在从更大的意义上 说是人的生命的利益 它是可能出现了一个高潮的 它和那个 工业化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就工业化时代 对人的那个理解 鲁迅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他说叫代死堂 代死堂 就得死 雅乐院就是得死 现在就应该有新的观念 就我曾经说过 就是说按人生来说 就是中小节省 应该是一个做梦的年代 甚至上大学 都应该是做梦的年代 然后梦醒了 梦醒以后 到社会工作 会遇到很多的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痛苦 那是必然的 那么到了老年 就应该回到老年 我大概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一辈子是保持 不管经过多长期 就保持一个同行 我就觉得你好 一辈子都在童年里面 我当时听您讲课就是 哎呀 前老师 咱没有童心 对 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 就是见过初期的几年 就那个光明的底子 其实非常重要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就是美心一路的下午 我们两个好朋友 我们到那个南京的玄武湖 到荷叶的深处 在躺着看天 然后呢 那个那个童鞋 他喜欢画画就画画 我就写童话 这是过这种生活 这真是做一种梦中的 梦幻中的那样一种 现在我又开始做梦了 现在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呢 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的梦 就是我觉得 晚年最重要的是 你用新的眼光 去看周围的一切 回到那种 不但新生的 很单纯的 这样一个婴儿状态 那真是很美好的感受 可以摆脱那些 过去的那些焦虑 进入一个瓶颈 不还是有焦虑 因为你只要关心现实 你用就用明 我们这一代的本性是不变的 我任何时候都是焦虑的 但是就慢慢的 就有些变化 它就是一种内心的宁静 或者说是一种永恒